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打电话来指明道姓 让小茶给他送到房里去 送手机只是由头 请小茶去房里坐坐 才是杰克的真实目的 但傲骨铮铮的小茶坚决不从 杰克猛地捏住小茶的手腕 他恶狠狠地告诉小茶 现在的工作没前途 跟着他要比如今最多每月两万态柱的工资强多了 小茶从不认为金钱可以衡量生活的幸福度 杰克气得头脑冲泄 他倒要看看小茶能清高到什么时候 杰克一身邪火没处撒 于是他又给妈妈桑打电话要小水来伺候 这可难住了妈妈桑 毕竟小水刚从凉 但他更不敢得罪金主 因此他只好硬着头皮请小水出山 小水晚上已经约了妈宝 这活是断断不能接的 更何况他上次和杰克开房 就差点被阿虫撞见 现在他还心有余悸 但他实在架不住妈妈桑的苦苦哀求 最终小水终于松口 只陪吃饭不陪睡 另外一边 酒店少东家杜容 请小茶晚上陪他一起去给杰克送行 他为了防止小茶推妥 还刻意给小茶升了个职 让他做自己的实习助理 老板的命令 小茶自然不好违抗 他换好杜容为他准备的晚礼服 宛如灰姑娘大变身 杜容看得双眼放光 他看上的人果然漂亮 风云莫测的夜晚 命运的玩笑牵引着所有巧合归于一处 小水进门的那一刻 他和小茶面面相觑 小水这次还能满过去吗 他念头一转 飞快地抢在杰克的前头 介绍自己 说他是杰克的助理 小水一向外语出色 这个理由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小茶弯腰时 竟然看到杰克在暧昧地摸小水的腿 小茶眉头一皱 还以为闺蜜遭到了咸猪手袭击 他不动声色观察着二人 饭局结束后 杰克想和小水去做点更深入的活动 但小水还急着回去见妈宝 他委婉地拒绝杰克 白皙的玉手抚摸着杰克 企图平息他的不满 忽然 小茶大喝一声打断了他们 顿时兴致全无的杰克愤然离去 闺蜜俩在回家的路上 小水再次嘱咐小茶 要抓住机会傍上富二代 但小茶却觉得钱买不了幸福 小水只觉得小茶太天真 他前信幸福的生活绝对离不开物质基础 观念不同的两人仿佛在这一刻 注定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小水豪情万丈地立下Flag 我会拥有我想要的一切 看看我们到底谁会过得更幸福 他们的对峙被妈宝的盗来打破 小水悄咪咪地对小茶说了句 他就是能让我拥有一切的男人 妈宝和小水发生关系后食髓之味 他如狼似虎的在小水的身上 予取予求 小水要车还是要房 他都无所谓 他只要这一刻 那难挨的欲望能够得到满足 寒暢淋漓的时候 小水娇滴滴地问妈宝 是否会和自己结婚 色令之婚的妈宝现在有求必应 小微柔的小猫一般 浮在妈宝怀中的小水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她的心中常常松了一口气 不枉她费尽心机折腾了这么久 属于她的幸福生活终于有了盼头 第二天 小水摆弄着满桌等着她带货的化妆品 她只要晒晒罩 就能裁员滚滚 她当初可是答应过程序员 等火到能带货 就陪她去看电影 程序员成功跃到小水后 开心得快要上天 另外一边的小茶 脑海中不断闪过 小水和静女撕逼的样子 杰克摸小水大腿的样子 小水和妈宝走进公寓的样子 小茶忽然觉得小水好陌生 她的好闺蜜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忽然屋外传出了奇怪的声响 小茶过去一看 原来是失踪已久的弟弟小成 小成被发现后 吓得掉出了口袋里的烟 她不顾小茶的阻拦 挣扎地逃窜到夜色之中 茶妈闻声而来 得知小茶没留住弟弟后 大发雷霆 这满地鸡毛令小茶不由想起 杰克和小水的话 难道没钱就真的得不到幸福吗 第二天早上 茶妈发现丢了钱后 勃然大怒 阿虫偏偏在这时候 来叫小茶一起去找小水 小茶拒绝不了阿虫的奶狗撒娇 她只好拿出自己辛辛苦苦攒的六千块 给妈妈说钱没丢 茶妈情绪这才稳定一点 同意小茶出门 然而 俩人却正好和赶赴程剧员电影之约的小水 十之交臂 阿虫心中一直怀疑小水还有别的男人 因此 她决定偷偷跟上去 看看小水打扮这么漂亮 到底是去见谁 这一根不得了 小水竟然和别的男人 手牵手进了电影院 阿虫瞬间火冒三丈 她愤怒地问小水 哪个男人是谁 小水随口扯谎说 只是她朋友的哥哥 因为有宅家证 所以她家里人求小水带她出来玩 阿虫虽然老实 但也不是傻子 朋友的哥哥也不必牵手吧 恰好这时 程序员买完票过来 这可是她期待已久的二人世界 结果 小水竟然带了别人来 一听二人世界 这个令人浮想连篇的词汇 阿虫立马就炸了 这是老子女朋友 你和谁二人世界呢 程序员一听也急了 小水明明说过她没有男朋友 阿虫随即一个拳头蹲过来 洒落一地的爆米花 见证着这场激烈的虎偶 两个平时文质彬彬的人 就这样野蛮地在公共场合打坐一团 小水无奈之下大喊一声 谁不住手以后就别来找我 两人文言双双停手 还真是两只没有原则的舔狗 小水留下一个怒气冲冲的背影 这两个备胎也太不让人省心了 这时一个娘里娘气的男人来向小水搭讪 小水本来没什么好脸色 但一听对方是星探后 立刻笑脸相迎 他一整天的心情完全是大起大落 还没等小水消化被星探相中的喜悦 他就看到了地母发的婚纱照 于是他立马给妈宝打电话说自己不舒服 希望妈宝赶紧回来 小水人明明还在商场里 但他却说自己在家 马宝二话不说丢下还在试婚纱的未婚妻逃之夭夭 而小水则掐着时间飞速赶回公寓 此时头号被胎阿虫正在楼下等他 小水原本不想搭理他 但阿虫逃出了小水这个月的房租钱 小水的态度这才软了几分 在奖励性的拥抱里 小水算算时间 马宝应该快到了 他赶紧把阿虫赶了出去 可怜阿虫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 仅仅抱了这么一会儿 就要背下诸客令 阿虫离开的时间和马宝赶到的时间完美重叠 再多一秒 这对情敌就会碰面 这俩人是免了一场男人的争斗 但尾随马宝而来的蒂姆 即将和小水爆发一场女人的斗角 小水这边正穿着性感睡裙和马宝酱酱酱 蒂姆就冲进来愤怒地薅着小水的头发 把二人分开 小水你怎么永远都不记得锁门 蒂姆将马宝一脚踹出门外 锁上门的房间完完全全变成了两个女人的战场 他们不再装模作样 二人都暴露出最真实的凶狠面孔 小水到底是茶艺大师 他不甘示弱地和蒂姆缠斗一番后 偷偷打开房门 马宝一冲进来 就看到蒂姆在欺负小水 小水秒变成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小白兔 气得蒂姆暴跳如雷 马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这个气疯的未婚妻带走 小水这边急忙检查脸上的伤 蒂姆下手也太重了 指印那么明显 小水的眼中喷发出愤怒的火焰 他非要报了这一掌之仇不可 蒂姆那头逼马宝和小水分手 马宝怕蒂姆去找老妈告状 那他和小水双素双气的公寓可就泡汤了 因此他便暂时敷衍着答应蒂姆 蒂姆激动地一猛子扎进马宝的怀里诉说爱意 渣男虐他千百遍 他的渣男如初恋 画面一转 小茶得知阿虫又将所有钱都给了小水后 他不禁好奇阿虫为什么会那么爱小水 阿虫回答说 等小茶有了心上人就明白了 小茶连忙说 谁还没有个心上人了 这就勾起了阿虫的好奇心 他摇晃着小茶逼问他的心上人是谁 就是你啊大笨蛋 但是小茶只敢将这份喜欢埋在心底 却不敢诉之于口 俩人的姿势太过糟糕 邻居们远远看去 还以为他们在接吻 八卦的邻居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茶妈 害得小茶回家就挨了一顿狠狠的揍 气急败坏的茶妈还关小茶禁闭 让他反省 第二天 阿虫跟着校门口徘徊的几个坏小孩 希望能找到小茶弟弟小成的下落 谁知 那几个小混混竟然替毒贩工作 阿虫不敢贸然追下去 他本想把这事告诉小茶 不料却受到了茶妈的泼水攻击 茶妈警告阿虫不许再骚扰小茶 阿虫赵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和小茶明明是清白的 这怎么也会被人泼脏水 另外一边 杜蓉发现小茶没来上班担心不已 他给小茶打电话 问小茶的情况 结果接电话的是茶妈 茶妈不客气的说 小茶这两年请病假 便挂了电话 惹得杜蓉更加担心了 画面一转 小水回到公寓时发现妓女帕特 正在和一个老男人贴贴 这是帕特新任的干爹 干爹不仅将豪车给帕特随便开 还放话说 要让帕特住进环境更好的公寓 远远观察的小水看到这一切 他又嫉妒又不甘 那女孩样样都不如他 却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凭什么 至此 太剧火之迷恋 第十一到十二集的故事就结束了 小水后院起火 又是备胎虎欧又是正宫崴产 他这养鱼之路能否顺利推展 妓女帕特轻轻松松就混到了豪车豪宅 这会刺激小水自生怎样鱼和南田的野心 预知更多精彩内容 请期待下集揭晓 好了 今天的节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 也可以在评论区发表你对本期视频的看法 记得订阅剧集地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